哈利路亚赞美主 你是赐我们盼望的神 你是医治我们的神 你是叫我们喜乐的主 你是叫我们生命得丰盛的神 在这美好的一天里 让我们不断思想主的话语和竭力的赞美主吧 最近我在读一本书叫赞美的大能 当我们起来赞美时 主会在沙漠开江河 在旷野开道路 我们所得的荣耀并不是靠自己所得 也没有什么可夸胜的 但是依靠主所得的 却是平安且喜乐又丰盛的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 在阅读赞美的大能这本书时 并且结合自己曾经处在一个低谷的经历时 令我明白我们不仅是要在顺境中保持良好的心态 多多赞美 而是要在逆境中也要多多赞美 祷告仰望神 因他说我们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若我们是真实的相信主 心里有对他确实的信心 就该聆听他的话语 主的羊也必聆听主的声音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是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当我们在逆境中选择坚持相信神 依靠主时 相信说这是主所允许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 为的是重新雕塑我们 挪去我们身上不和神心意 不属灵的部分 凡事多祷告神 多去寻求主的心意 而不是自己肉体的极意 神所预备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虽然有环境的影响 但我们谨守神的律法 谦卑回转归向神 环境看到不可能 但要有信心度过 若你对神有真实的信号 且对神的话语和律法 有切实的遵行 相信此前的逆境只是短暂的 上帝一定会与你一同度过的 带领你躺卧在青青草地上 还有可安息的水边 因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仇返 很多时候我们会埋怨神 埋怨神离弃了我们 看不见生命的富足 喜乐 平安 还有健康 还有神对我们的好 其实是我们离开了主 我们被这个世界所诱惑 陷在罪里却浑然不知 当我们爱世界的心太多了 主就不与我们同在了 即使前一天我们在说爱主 明天就爱上了马门的灵 侍奉金钱 即使前一天说爱主 明天就思想了情欲的事 即使前一天说爱主 明天就自己当上了偶像 可拜他人为偶像 自己却浑然不失 世界充满着诱惑 求主保守我们每一天的工作 家庭生活 洁净我们的心 更新我们的灵 也愿在听这个视频的你们 生命无论遇见了多大的纷浪 经历了多少的低谷 希望都有一个美好的信念 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 在主的应许中 哈利路亚将荣耀归于主